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一直有一种说法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其实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其文化传统确实可以追溯得非常的久远 无论是将这个国家叫做熔炉还是叫做马赛克 美国一向将自己的多元化引以为荣 毫无疑问多元化是美国的强大与创新的重要的源泉之一 然而伴随着多元化的日益扩大 特别是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 美国社会也变得日益分裂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美国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主流文化 或者叫做美利坚民族的共同文化和价值 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戴博先生来谈论这些话题 欢迎戴博 谢谢 我是也是最近看到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主要是谈美国的通俗文化 谈到说美国文化的十大特征 那么当然也谈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文化特征 你比如说说美国文化是一个think big 美国人想得比较远 想得比较大 再一个就是说美国总是这种to go culture to go concept 比如说就是到什么药店也好 到这个饭店也好 吃饭的时候现在行这种drive through 就是开着车过去到窗口 好像取了饭然后再坐在车上吃 甚至现在这是很多药店都有这样的取药的这样的窗口等等 当然也提到了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政治正确 独立 diversity等等 一共是十个特点 假如让你来说两个你认为能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两个特点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主义 就是说在美国在正常的条件之下 不打仗的时候 人一国重要 那如果个人主义很重要 有两个必要的条件 一个是自由 社会自由 言论自由 信息自由 另外一个是多元化 因为法律和社会所有的人应该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取决于个人主义 我觉得自由和多元化是最重要的 个人主义 自由和多元化 这两项是最重要的 我想你也长期在中国工作 这似乎和中国的这个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国和家的关系 中国文化里面是讲的 得先有国才有家 但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是得先有了家 国家 不是家是个人 个人 包括没有家 没有家 有个人 国是个人的利益 就是集合的那些利益 国家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就是随着多元化的这样的 在美国这样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发展 现在有人认为说 美国现在被批评 说已经出现了社会的分裂 有英国关系吗 这个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悖论 我觉得 就是因为个人主义和自由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就是纵观那个美国历史 你会发现 每一个时代是把更多的权力 给予更多的一些人群 这个是多元化 这个和美国是移民组成的一个国家 这个是现在所谓的那个多元化 的那个核心 对不对 个人的那个权利 可是随着美国欢迎世界各种各样 惺惺色色的人 各种各样的那个 比如说是宗教的一个信仰 还有那个政治信仰等等 都来美国 我们好像没有凝聚力 有很多虾文化群体 一边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是丰富所有的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庆祝这些 我就是回想我是那个美国北部 铁锈地带 以白人为主的 都是天主教徒 还有一部分的那个犹太人 我是这么一个地方长大的 我们可以想到饭馆 选择特别少 吃得都很糟糕的 所以限制很多 现在丰富多了 同时的话 你总是要问 作为公民 我们共同秉持的这些价值理念 到底如何 现在很多美国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小的时候你可以假设 所有的美国人可能是或多少或少 是看过这些书 这些电影 这些电视人去剧 这些诗歌 他们都知道 这些故事 这些典故都知道 现在就不一定 所以我们的多元化 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社会的分裂也好 这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最近这些年我感觉到 这个是很难讲的 有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是把这些追溯到那个里根上台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总统 我自己觉得 当然我也有我的偏见 从那个时候起 很多人开始回想 所谓的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的这个 可以说是虚构的过去 然后就是每一个新任总统 尤其是奥巴马上台之后 原来他爸爸是个移民 他自己也是 他自己说自己是混血的这么一个人 有相当一部分 尤其是铁锈地带的教育水平 和那个收入比较低的白人蓝领工作者 觉得这个再也不像 二战后我所记得我所怀旧的那个美国 我们好像被他人侵略过 所以现在我们又欢迎那个大都会和那些多元化的一些美国人 年轻的 油色人种 受过驾驭的 还有一些怀旧 这些觉得美国还应该是以新养基督教为主的这些白人的一个美国 有这么一个分裂的情况 刚才你提到这个 提到说完了这个里根总统以后 你提到了奥巴马总统 说到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总统的当选 因为他本人的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他的当选在美国被认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 是可以说是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 或者是一个这样平等 自由 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胜利 那么奥巴马总统当选 担任总统八年以后 美国的这种分裂的这种趋势 社会分裂 或者是特别是这个种族矛盾 是更加愈合了呢 还是更加裂痕更大了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跟经济有关系 总的来讲 当然美国一直是有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 所有的大国都有一点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多元化 还有美国的黑奴 还有本土人的这些历史 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 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的原罪 我们原来反过的罪 可是同时的话美国人比较大方 我还是确信比较大方 可是奥巴马上台 更好是美国面临那个经济打小桥以后的最大的经济危机 很多人对他们终于维持能力 维持生活的那个能力 开始有所质疑 觉得他们受到了威胁 同时的话有这个有色人种的一个总统 把就是这两个现象 同时发生的 让很多人更觉得 对他们的前途很紧张 我觉得你说这些反对奥巴马的人 只不过是有种族歧视的人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肯定要提起这个阶级和这个经济问题 你认为美国有自己的这种主流文化 或者叫一种共同的这样的文化吗 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 之所以这样问就是我们也注意到 比如说中国这些年啊 也在提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和美国做一个比较 我觉得非常有用 中国一直有这个大一统这个概念 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社会 有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价值观 问题在于谁有权利决定和制定 你的所谓的共同的那个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 你非得有一个专政的一个制度 同时的话 这个肯定是中国的一个优势 全大多数的中国人 包括那个支部统整检者 都比较同意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 是中国的全国的最大的事情 在美国我们没有一个我们那么一个公式 每一个小文化群体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像我说的他们的信仰 他们看的电影 看的媒体 什么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同时是美国的一个长处 可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弊断 美国需要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共同的 或者所谓主流的价值观 我很难闷 我觉得最起码共同的价值观 肯定是需要的 价值观跟文化是两码事 可是如果美国人都可以同意 我们都秉持这个个人主义 自由多元化这些价值理念 而且所有的美国人应该 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 都有互相的义务 应该共同的照顾的话 那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美国的这个越来越丰富的文化 不必淡化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府告诉我们 我们所谓共同的文化 或者信仰或者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可是美国人还没有想好 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主流文化 可是说实话 那个主流是很依赖 有主流的人 主要是白人说 这些不参加主流的是第二等美国人 这个想象也有 我们怎么平衡 这两种力量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提出来的 这个美国优先这一个战略 或者这一个概念 包括他这一次的财政预算 就是叫做美国优先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蓝图 美国优先和美国的这种多元化 矛盾不矛盾 还不清楚 其实他没有说清楚 美国优先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说美国优先 你肯定是把一部分人派出去 把他们就是不定位美国人 所以这个美国有先 到底跟美国历史 美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知道 特朗普很少讲美国文化 美国历史 他不像那些过去的 比较保守的共和党员 说美国的例外主义 美国的例外主义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 非常主流的一种信仰 当然还有别的 就是主流的一些想法 可是最起码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例外主义 追溯到美国的开国员群 可是美国有先 跟美国历史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知道 特朗普是不讲历史 不讲文化的 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说一说 他公布的这个预算案 这次对环保医药和公共文化的投入 大幅度的这样的减少 还包括旅行禁令等等 那这和美国的这种 刚才我们谈的共同的价值观 是不是有备于这些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他是在你刚才说的那些方面 不要花钱 可是在什么警察 在美国的军队 在美国的什么海关 要多花出一些钱 为的是安全 美国的开国员群 那个本杰明 弗兰克林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为了安全 放弃自由的人 自由和安全都不会得到 也不配得到 美国正在变为一个 以安全和这个恐惧感为主的一个文化 好了 戴博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 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